但是我們主力是應該要恢復現在我們五條 支柱工業 去保障現在香港的人口結構有一份好工 保障現在40多50歲 可能本身正在做生意 還是生意是因為疫情 因為現在香港經濟結構下滑 可能正在做出口轉口或者物流市 又或者正在做主義服務 全部都不行 有人要倒閉的了 那些四五十歲的人倒閉之後 他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失業情況 這種中年失業情況 或者社會階梯的其中一條梯 或者幾級梯崩裂 其實可以很大件事 也可以看到 如果經濟再這樣一潭死水 是接著會在下年後年就很嚴重了 如果這個情況發生的話 你難怪連中年都會移民 去外國可能還要找一餐吃 我駕車去機場接送 我都原來養到頭家 在香港是養不到的 好了 如果香港政府仍然不看清楚現在形勢 仍然要選擇繼續走政治 繼續走左條路 繼續走國安 香港沒有了 左獨的一個開始 突然間這樣 好像一股的力量爆發了 在立法會當中 偏向左的 很明顯就是吳秋筆 和何君堯 大家要看到吳秋筆和何君堯 在過去一段長時間 雖然吳秋筆也有說話的 但是因為它是對社會的凌家聲 會有很深透力或者權威性不足 重視我相信吳秋筆 在可能存在的香港共產黨 或者是在香港的建制派的一個 可能很獨特的體系裡面 是很高職位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選舉的時候吳秋筆 是每個人對吳秋筆非常恭敬的 包括候選人 包括候選人的團隊 包括電台的人員 對吳秋筆不是叫吳秋筆的 是叫會長的 是要恭敬地叫他 吳秋筆也挺臭串的 他有助手 有女助手跟著的 他自己是完全不像 是一個自己會照顧自己的人 好像接近 簡單說 喝杯咖啡 都是由助手遞給他那一隻 他不會自己照顧杯咖啡的人 稍後看看這兩個左王 左獨 加上有三個福祿壽 我都記不完三個名字了 亦都懶得記他的流浪的名字了 這三個福祿壽 其實是代表了建制派的政團的 也就是建制派政團的一個 可能是政治的分享 形成了三個 在這個中大的校董 好了 他們就不斷地追擊著從志 再加上吳秋筆就吵了 就說愛國教育的力度不夠 澳門都比我們好 又加上另一個左王 左獨 或者叫做梁君彥 他就攻擊這個同樂運動會 即是同志攪辦 舉辦的運動會 好了 這幾件事突如其來的 而且都是堆在兩三日之內發生 當然立法會的議程 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立法會討論愛國教育 沒有理由不說話 好了 又或者立法會剛剛通過了三讀 通過了中大的校董 和改革的條例草案 好了 也沒有理由這三個福祿壽 不說一下話 但是突然間又多了何君堯 攻擊這個同樂運動會 中年是葉劉淑儀都辣 好了 我們看看這件事 究竟是一個什麽的氛圍 是一個左派 或者左膠 或者左獨 是想反撲 即是說 香港政府想把這個資質的重點 由穩定 由國安擺成經濟和發展 他們會不會想反撲呢 因為很簡單 錢資源撥去哪裏 誰就贏了 好像何君堯那樣 他可能要一億幾兩億元 是在推廣基本法的 那裏是要賺大錢的 中間立三四成都很少 這些都是錢來的 那會不會這些是他們的目標 還是說不是 其實是區議會 他們想製造一些 就好像是有這個 就是政治討論 或者政治分身的氛圍 那就是推高 或者維護 這個區議會的選舉的投票率 那很多人叫做左膠 左膠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騷擾 又不是很毒害的社會 那但是左獨就會了 昨天我們聽到幾個訊息 我們首先說愛國教育 愛國教育大陸 通過了全國性的法律 不過就沒有放在香港的 基本法負面三的 理論上的法律 就不在香港實行的 不過法律是有說到 港澳地區都要推行愛國教育的 有說到香港加澳門要推行愛國教育 可能因為這樣 建制派的一個內部 又或者去到很高高高高高高層的一個 是不抽筆 就開始debeef了 開始review了 開始檢討 自己香港在外國教育方面 是有沒有做到事情 做了多少事情 做得前不前呢 又或者看一看 港澳地區一起說的 澳門又做了些什麼呢 因為這樣 所以可能不抽筆 作為可能香港的一個 左派的頭目 他也掌握著某些事情 他在法會裡就說 香港的外國教育 是比澳門都比不上 是非常之差 這個說法呢 跟著民建聯 民建聯想到他會說什麼 民建聯的李慧琼呢 禍議和叫政府 麻煩你給錢 我們搞 好了 他當然希望這個 好像等於 不知哪個捐款 一億還是一億 幾億還是二億 給何君堯去推廣《基本法》一樣 何君堯拿著那些錢 喂大哥 那些錢怎麼用法 就是他知道 是吧 他心照 他在圍著哪些人 去用那些錢 心照 圍著什麼建築關愛隊出來 心照 好了 跟著另一方面 好了 除了吳秋筆之外 還有就是福禄壽 福禄壽 我也忘了他的名字 一個肯定是張以仁 我一定記得 因為曾經跟他同黨 另外兩個 是分別民建聯 和分別是工聯會的代表 再加上就是經民聯 可能是經民聯的代表 建制派的三個大黨 都有人做了一個中大的校董 他們在立法會 推動到一個中大校董的一個 條例修訂草案 好了 那個不爭了 已經過去了 但問題就是 他們為什麼還要追擊段崇智 段崇智犯什麼法 犯什麼錯誤呢 是如果犯了校規的 犯了中大的條例的 又犯了其他的法律的 犯了國安法 你就抓他 很簡單 香港是法治之地 不到這三個福禄壽 或者梁振英判刑的 他們沒有權去定罪的 很簡單 如果梁振英 又或者這三個福禄壽 如果覺得段崇智 是犯了國安法的 又或者是抵觸了 包括可能國安法周邊的 可能煽惑罪 可能其他罪行的 你就去舉報他 國安有熱線的 為什麼你不舉報他 不拘捕段崇智呢 如果你這樣不做 然後你三個福禄壽 再加上梁振英 不斷去為段崇智推上罪名 甚至說到罪名已經證據確鑿了 可以判刑的 你不是法官 香港是法治之地 雖然有人這樣說 很多人會搞笑 但無論如何 香港政府仍然覺得 現在香港是用法治的 即是說 不是你三個福禄壽 或者梁振英 就可以代替警察 或者在刑事檢控 或者代替法庭 去定人罪的 完全不行的 你只是跟我們這個市民沒有分別 你如果覺得人有罪 你就舉報 大把舉報熱線 或者大把方法 你舉報完之後 如果斷崇智偉就拘捕他 就接著貼奪他這個校長的職位 如果不是的話 他沒有干犯到現在 包括校規 包括了這個 就是中大的條例 或者甚至其他的法律 為什麼你幾個都整個張著他呢 是不是要找一個稻草人出來 去證明自己的存在 或者去推動一些教阻的訊息呢 梁振英明顯的 他一定要找一個存在感的 去拆存在感 可能梁振英 每天24小時裏面 是23小時的工作 在睡覺做夢 都是想這件事的了 自己就是沒有人沒有物 自己的人又想不到去 接著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熊門宴 又搞走了兩隻小孩 自己的人 擺在政府的人 慢慢慢慢被人散了 被人都割走了 自己影響不到 特區政府的一些行政決策了 在外面吵 他政府又不理我了 現在就找一個稻草人出來誓 不斷打一個沒有背景 沒有後台的稻草人 希望直接打斷崇智 去增加自己的地位 是不是這樣呢 這樣有沒有需要呢 沒有必要的 梁振英 是不是 或者這三隻流羅 更加沒有必要 好了 另一個左的訊息 就來自何君堯 這個更離譜 人家的銅鑼運動會 是經過香港政府的批核的 不是一個非法活動來的 為什麼要取替人家呢 不是非法活動來的 香港有什麼法例 說同志不舉辦運動會呢 任何人都可以舉辦運動會 你喜歡說動物運動會都可以的 什麼運動會都可以的 第一 我們根本要包容 香港是一個包容的國際城市 是國際的一些 都有的一些社會狀況 香港都有 其實中國大陸都有的 都很厲害的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些 是和國家安全有關呢 這個就離譜了 或者甚至評機會的副主席 評機會 是一個講求公平 講求大家有公平機會的一個 是曾經被委任的人物 竟然他走出來呢 是攻擊要同志運動會 同志舉辦運動會的權利 為什麼會被剝削 或者為什麼會被侵害呢 他都是我們的一份子 他都是我們的公民一份子 他都要交稅 他都要生活 他都要上班 他有爸爸媽媽的 他們選了他們的性取向 他們的下一代 是承受到問號的 他們現在在香港結婚 是不被承認的 他們其實呢 的結合 或者他們保持著 現在自己同性戀的一個取向 一個取向呢 其實是吃虧的 為什麼我們 都沒有給他一個公平機會 就算法律判出來 爆了 因為本身就是平機 本身是公平機會 你根本沒有可能歧視 是不同性別的婚姻的 好了 最終香港都可能 跟國際的趨勢一樣了 是可能 一部的媒教國家 或者宗教濃烈一些的國家 不會了 但是國際趨勢呢 都是承認 起碼同性戀的婚姻 香港都沒有做到 就是說香港呢 在一個國際性的城市 在相對先進的思考當中 是仍然在一個 同樂同志方面 是仍然非常之落後 其實呢 這個社會的情況呢 是並沒有法律 或者體系上面的保守的 社會這方面開放很多 好了 為什麼何君堯 或者這一班 自稱自己是一群香港市民的人呢 為什麼要走出來搞搞鎮呢 是不是在一個立法會 不是在這個區議會 要選舉之前 是都要特意找一些稻草人去打 打段崇志 打這個同樂運動會 又或者找一個是祭壇去拜祭 就是說是愛國教育去崇拜它 去利用這些去製造一些政治的討論 利用這些去扮演 建制派都有不同的派別 譬如何君堯這次呢 就點葉劉淑儀的名字 葉劉淑儀當然不開心 當然反誓她 說她接近誹謗 就說葉劉淑儀不應該去主持 同樂運動會的開幕禮 今個星期六就舉辦 即明天就舉辦 好像 不知道今天是明天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還是明天 明星期四日 好像要看三日 還是說她和墨西哥的 瓜達拉哈拉一起舉辦 那會不會就是 瓜達拉哈拉時間的三日 等於香港四日呢 這個真的問好了 但是葉劉淑儀將會主持 這個有份主持的開幕禮 如果既然葉劉淑儀 香港第七八交易去主持 為什麼何君堯會說她呢 這個會不會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特首公佈了那個施政報告 施政報某程度上 除了23條和 除了網絡安全法會立法之外 其實很多蝙蝠希望可以推動 或者令到市民 是回復信心香港政府 將會搞好經濟和發展 會不會這幫人 這幫較左的人 是不想香港走那條路 是仍然想拉回香港 去走這個政治穩定 國家安全的路 讓他們可以吃光當中的紅利 吃光這些饅頭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更加可能中聯辦有鋪牌 就是希望增加選舉的氣氛 你看到現在建制派 他們會一起插旗 一起去派紙 好像做到有競爭 好像特首這樣說 現在很競爭的選優 讓大家看到的時候 一個橙是蘋果 你選擇過 又或者是一條腸粉 一條是臘腸 你選一條 好了 會不會現在是故意做一些 一些政治上的噪音出來 可以找到一些空間 令到香港市民 覺得有些競爭的氣氛 去增加投票率 讓他們投票率不會這麼肉酸 我自己個人估計 今屆的區議會投票率 我估計會低於20% 可能在17%這個中位數 可能嚴重到 如果接下來的氣氛都是差的話 可能會跌到15%至14% 如果就算很好 可能都過不了20%或者挨20% 17%應該是中位數 我估計 這是應份的 因為原來香港 可能六七成人支持的人 都沒有得入閘的 現在只有兩成多人支持的人 都可以入閘 即是說頭到盡 都只有兩成多人 那兩成多人當中 既然全部都是自己人 都不用選擇了 不如不要去 或者是 可能他臨後派 蛇仔餅總 派福袋派得很好 派到一個很恩惠 要去都不一定 很難說 這個要看一看的發展 但是大家可能要提防一點 就是香港其實不能夠 香港真的是死亡 不能夠繼續 不斷搞政治 一定要集中火力 回復香港幾個支柱工業 香港無論在人口結構 在專業結構 公司結構 或者香港capacity的結構裏面 最強的金融 出口進口或者貿易 或者物流 或者專業配套 或者旅遊業 甚至乎在文出方面 如果我們能夠先支持這五個支柱工業 跟著我們同一步去搞這個創方 創方整不整不緊要 至少我們支柱工業可以翻山 就不會出現 我們跟著下年 如果再禁著衰下去 我們可能會出現減薪情況 你一減薪 事情很嚴重 現在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平均薪金 即是說 供得起樓的人的平均薪金 是全都拿給發展商去計算 去出樓價 如果樓價現在下跌 我們薪金會很鬆動 即是說供樓的比率低了 即是供樓佔日息比率低了 但如果減息的話 供樓佔日息比率就會爆升 有人可能要給銀行call loan 技術上也會出現了 甚至供不起樓的情況 又或者放棄情況 現在對香港經濟來說 是嚴重地打擊的 所以我認為香港不應該繼續講政治 不應該繼續只是講國安法 香港應該平衡一下 這些不是叫你不做 但我們主力應該要恢復 現在我們有五條支柱工業 美國聯儲局在11月1號和2號 連續兩天是美國時間議席 議席結果就是保持利率維持不變 市場預期一模一樣 市場在臨開會之前 96%預期是聯儲局不會加息的 因為在議息之前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了 現在的美元10年的國債利率 升到上去 或者高企4.8厘 其實就等於加了息 他這樣說是等於加了息 即是等於國債利率高了 幾乎等於美國加息 這個說法普遍解讀成為 他的心目中的想法是 現在暫時不需要再加息 不過不需要再加息 和坊間有人說 美國會減息是完全兩回事 不需要再加息 或者緩慢加息 並不等同會減息 過去我們的利率 看美元的利率都走勢 其實大約等於港元的利率都走勢 這次的美元利率波動 即是加息潮 香港是完全沒有跟足的 沒有跟足之下 就拉高了港元的同業拆息 也都壓低了香港銀行體的結餘 現在香港銀行體的結餘 只剩下大概400億 四比是不是多 是不是不夠呢 這個你很放心 因為銀行體的結餘 其實就是整個香港儲備的一部分 4萬億的儲備一部分 並不是全部 不是等於用了400億 就沒有的 不是這樣的 這個大家放心 不過呢 當這個銀行體的預約低的話 銀行之間的拆息自然會拉高了 因為這個結餘本身就是銀行 是擺在金管局的結餘來的 好了 這個結餘相對少 即是銀行自己的資金 流動線資金也相對少 所以要向銀行同業之間拆借 是有機會大的 因為這樣的拆息自然會上升 所以銀行同業的拆息 長期站在四里八到五里的水平 這個水平會不會再升 就好看美國會不會繼續加息 因為美國每一次加息 造成它對香港的息差 是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會做套息的活動 是將港元轉為美元 就是買入美元 賣出港元 這個過程也都會拉高了 變相就是一個 consequence 拉高了差息的 好了 但是當如果美元的加息活動開始減慢 那個差息可能會高企 可能會在高企之後慢慢回落 但是會不會迅速回落呢 我相信不會了 因為始終的息差仍然存在 除非美國是減息的 息差收窄 如果不是呢 息差仍然存在的話 香港當有人批完我賺了錢 我現在沒有的 跟著我三個月收到那筆錢回來 我可能都會把那筆錢轉成美元 這樣做對我的回報是高一些的 或者買入美元結算的美元 對我來說穩定性的回報是高一些的 所以如果美國的利率不減 香港的銀行同意的減息很難大幅減的 不過未必會再加 好了 看看美元的利息走勢 是否等於美元的加息潮已經過去呢 現在美國過去 是曾經我們短時間 在06年和16年 是曾經加過兩次息的 在06年那次加息的 幅度和今次很接近的 只是加了5厘 大約這樣的數目 而在16年那次加少些 加2厘左右 16年和06年都有很不同的區別 106年很像今次的加息期 第一個就是很短時間之內 迅速地大幅加息 這是第一個 是主要應付通脹的 第二個 就是06年的加息 現在美國還沒有發生 但是和16年的比較 16年的加息是慢一點的 但是加的幅度是小一點 但是減息16年是減快一點的 很快就減了下來 但是06年那次是用了三年時間 先在高位走了一年多 然後才開始減息 而減息的速度 是比加息慢的 所以加息在一年多年 年多之內完成 減息是用了三年時間才完成的 即是用三年時間 才回到加息原部的地點 這次 這次有點像06年的情況 就是加息非常迅速和高快 主要原因是通脹的壓力非常高 而且經濟活動是強勁的 強勁導致加息可以壓制經濟的活動 但是根本就不怕去壓制 因為經濟事實上非常強勁 好了 減息又怎樣呢 或者什麼時候停止加息呢 可能都到尾了 不過我們看看兩個重要數據 第一個特大重要的數據 就是美國一直是用加息去壓制這個通脹 美國一直希望這個通脹可以達至2%的水平 現在在剛剛公佈的上一月份 通脹是3.7%的 仍然是遠遠高過2% 不過它是緩慢地在下跌的 即是每個月每個月大概跌可能0.1%到0.2%左右 即是說由3.4%到3.8%到3.7% 慢慢地回落 如果美國不繼續加息 而通脹仍然可以慢慢地回落 理論上聯儲局就沒有了加息的壓力 直至這麼說 聯儲局現在是兩個月沒有加息的了 但是通脹是緩慢地回落 緩慢地回落 當如果12月13日以息的時候 通脹仍然是回落 而經濟活動仍然強勁 美國又未必需要特別加息 去壓低的通脹 因為在這麼強勁的經濟活動之下 通脹都沒有向上升 即是證明現在的息口 已經去到一個可以調節通脹的能力了 另一方面當然是美國經濟的活力 當然了 在最極限的情況下 聯儲局講了很多次 它寧願放棄美國經濟活力 寧願放棄美國經濟的增長 都要按住通脹 這是聯儲局很清晰的目標 但是如果 compare 第二季和第三季的經濟增長 聯儲局在剛剛的意識也有一個聲明 發表就是說在第二季 美國經濟增長是強勁 而第三季是更加強勁 美國第二季的經濟增長是4.9% 你看看香港的第三季的經濟增長 是4.1% 香港可以這麼說是非常收加的 在下次意識 即是12月13日之前 美國便會完成了第三季的經濟增長公佈 到時肯定會高過5% 因為它形容很簡單 第二季是強勁 第三季是極之強勁 第二季4.9% 第三季沒有理由不高過5% 即是說美國是第二個可能影響加息因素 就是說加息會壓制了經濟活動 會令到經濟增長放緩 而令到可能抑壓工資增長 整體來說可能市民會感受到痛楚 但是如果現在美國在高息的環境之下 即是高息的環境之下 經濟活動仍然是非常強勁的 尤其是以消費帶動而影響到 拉高了經濟增長的情況非常活躍 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就不需要太害怕 加息是會影響到美國人的生活 或者影響到美國人的一個感覺 所以聯儲局究竟在12月13日加還是不加 這是一個正式的問號 可能還會加多次的 加多次可能在12月13日可能在夏年發生 加的幅度不會高的 可能加0.125或者0.25 但可能就會加完就停了 也都可能到了尾都未頂 這個轉角其實就是一個重大的一個轉捩點 不過轉捩點會不會即時換來 是美元變回弱勢 日元是由這個弱勢變強勢 人民幣由弱勢變強勢 但是不要這麼快天真了 第一 美國不加息 不是代表美國會減息 美國息口仍然會在5.25到5.5來的高位徘徊 徊徊可能是甚至超過半年到一年時間 如果是這麼長時間的話 強美元是仍然會出現的 除非大陸又說我狂加息 或者歐洲又狂加息 它的息口相對來跟美元的息差改變了 而導致資金的流動 如果不是 如果其他的主要經濟體不加息 或者不做其他的貨幣政策 而跟著美元是繼續加高利息高企的話 其實國際的資金仍然會有一個趨勢 是停留或者流向美元 所以美元仍然會強勁 而日元亦都因爲這樣 日元歐羅和人民幣相對疲弱 相對美元疲弱 好了 至於日元開始有動作 因為日元跌得很厲害 好了 跟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日本央行都可能開始要考慮放鬆 它曲線的一個貨幣政策 就是第二樣是涼發寬鬆的政策 主要就是控制這個國債息率 是去壓低這個日元的 好了 這個措施就算日本自己改變 現在改變 其實效果不大 除非美國真的會減息 或者導致有任何原因 導致強美元變弱 如果不是日本單方面做任何措施 都很難令到日本現在日元的貨幣走勢 是完全改變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日本旅行 儲買日元 或者為農曆年去日本旅行 現在需要買日元 我相信未必需要 如果你說 我跟著去到再遠一點 你其實遲些買 相信日元仍然有機會向下沉 不過速度或者速度 幅度和速度可能都沒有那麼大 和慢了 因為至少美元不會繼續 繼續是強勁 它會強勁 但是不會繼續上升 美匯指數不會繼續上升 主要原因是美國息率已經到了接近頂 不過會在頂環行一段時間 看看美國對於通脹控制的成效 如果當大家看到美國公佈的通脹 每個月都向下調 調少許都好 在沒有加息的情況下向下調 也支持聯儲局完成加息的歷程 看看美國的走勢 不過對香港來說 現在暫時來說 港元也跟著美元強 對人民幣也會處於一個比較強的強勢 人民幣總體來說 仍然是處於下跌趨勢 日元又是歐羅系 對香港來說 所以 所以無論大家要預期的一個 可能是拆息 H-ray 全部都會高企 H-ray P-ray 不會加 所以不會加 因為加息壓力不大 現在息差 熬得住 但是銀行從業拆息高企 所以H就不會減 所以公佈又多了 原因是有壓力 亦是多了原因 樓價不能上升 因為你拿著現金 很簡單 如果你想買樓 你有100萬首期 當不是多了 你拿著現金 一年之後就變成105萬 而一年之後的樓價 減5%變成95萬 你在100萬買樓價的時候 100萬做單買的時候 用100萬買 還有你有105萬 在95萬買的時候 你是多了一成錢的 這個很簡單 即是說 香港樓價要復甦 可能要斷連等 但是你說 香港政府可以做些什麼 令樓市不要這麼嚴重 滑落 當然外來資金 是唯一的可能性 看看香港政府 在外來資金的輸入方面 有什麼好東西做出來 為什麼要找盧聰謀出來說 其實跟斜坡塌坡一樣 寧漢豪又躲起來了 其實寧漢豪是管住建築署 而建築署是本身代醫管局管理和興建 這個說話是醫院重建項目的 所以理論上要負責的部門 其實是建築署不是醫管局 而負責的局並不是醫務衛生局 而是發展局 但是寧漢豪當然當然不出來說話 因為全部都是獲器 沒有得救的 寧漢豪當然不希望自己進一步的民望下跌 所以就由盧聰謀出來說 盧聰謀出來說了幾句說話 我們從這個說話當中 可以大概看到盧聰謀對這件事不認識 也看到香港政府似乎有一個共識 可能是因為牽涉中國建築一間特大 地位非常高企的國營企業 所以要淡化事件 也可能甚至是在誤告公眾的 盧聰謀說了什麼呢 我從盧聰謀說的話 就要解釋清楚究竟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盧聰謀第一句說話 我拆了盧聰謀昨天的說話為四句 主要有四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說 初步評估是不需要工程上大改動 這個是大錯特錯的一件事 初步評估工程上不需要大改動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大家如果裝修 我明明說明要買一個 法國入口 一個是阿方關牌子的一個座廁 那個座廁是我喜歡的形狀 我坐得很舒服的 是我舊屋都用緊的 不可以改變的 那個座廁是五千多元的 接著現在我裝修完之後 發覺那個裝修師傅 我給他錢買寫得很清楚 是哪個型號 哪個入口 是什麼顏色 我寫得非常清晰 誰知道師傅 是完全沒有跟到我的要求 他一樣買了一個法國的品牌阿方關 不過就買了另一個型號 是一個最廉價的型號 價錢相差一半 一個五千多六千元的座廁 他只是買了一個二千多元 最低級的座廁給我 我坐下去完全不舒服 高低 屁股的形狀 全部都非常之不滿 沖廁也沒有我的感覺 沖得這麼小水而有 可以造成的船窩 拉了所有垃圾走 非常之不滿 好了 第一個問題 幫你裝修 你講得很清楚 給裝修師傅聽 要找哪一隻座廁 除非裝修師傅跟你講 喂 我的座廁沒有貨了 你要轉另一隻 可以可不可以 你答應了 否則 那個價錢 即是說 布加士的價錢 就因應你要求的座廁的水平 而定價 好了 你定了五千多六千元的座廁 他跟著 在不告訴你的情況之下 安了一個二千多元的座廁 好了 如果你是盧寵某 盧寵某家 你會不會有人拆回它 換回你的座廁 我相信會 因為這個不僅是錢的問題 不是說我收少你二千多元 我這個座廁二千多元 你本來買了六千元 我算了 我不收你的差價了 我現在收回你二千多元 我不收足你五千多元 這樣是不是一個 是合理的解決方法呢 不是的 這個座廁每天都幾乎要用的 整家要用的 是週年復始要用的 如果坐得不乾不舒服 沖得不乾淨 是直接不可以接受的 盧寵某呢 我相信他都應該 會叫裝修佬 拆了座廁 安放一個我要求的座廁 就算我加些錢給你 我都願意 這是一般的做法 好了 盧寵某這次所說 他說不需要做大改動 某程度上 就是說 他完全不需要你的合約 合約是由建築處 代表香港政府 和中國建築簽訂 不是和那個是順昌集團 不是和順昌集團頂頭的那個上市公司 也都不是和這個基電的分判商 是和中國建築簽訂的 中國建築在簽訂合約當中 是很清楚 合約附件裏面是有一個 specification的要求 workmanship和material的 specification的要求 是非常清晰的 而這個要求裏面說到 在這個trunking 就是electoral trunking 這些電線槽裏面 首先是需要用 hot deep graphonize 熱度新 不是用冷新 不是用冷度 是用熱度 就是說熱和冷是兩個分別的 首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熱和冷 熱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想像 將升是溶解 用熱力溶解 形成一個很大的一個池 好像游泳池一樣 這個池 接著就把現在這個 要導生的物件浸下去 在浸下去的熱力 就會馬上產生了 那個物件和升之間的 alloy 即是一個compound 就是升和你的鐵 就是升和鐵之間 形成的alloy alloy首先出現第一個塗層 第二個塗層 接著升就會黏在alloy上面 形成一個很漂亮的方法 這個就是一個熱度星的原理 熱度星大家可以想像 好像芝士火鍋一樣 浸你一個牛肉 或者浸你一個棉花糖 在芝士火鍋上 這樣就填上來 芝士就很濃厚的 很厚的 所以熱度新的厚度 一般都會去到 二十幾三十個micron以上 即是你放一放下去 拿上來都已經厚度 有二十至三十個micron 好了 接著另一個方法 是用電導 電導是用電子溶液 不是用升的一個 融了的升 就是用電子溶液 用電力 用電導方法 是倒上去金屬上面 這個方法會便宜 更加快 更加方便 施工會比較容易 然後倒出來 因為它是用電導 是用電子的走動原理 是倒上去一個塗層 這個塗層可以叫做syncplating 也可以叫做co-graphonized 這個就是冷度新 我們熱度新有一個 這個冷度新 本身的厚度大概 大概的厚度 都只是大概五個 到最多最多最多 都是十個micron 即是說 熱度新 你浸一浸去拿上來 最薄都有二十三十的厚度 而用冷度新 最厚最厚 你怎麼厲害 都是十個 即是說 現在很明顯 其中一個懷疑 就是根本 整個港華醫院的tronking 是用了冷度新的 就根本不是 所說的一個hot deep graph 是熱度新 熱度新和冷度新 在肉眼一看就看到了 熱度新 因為經過熱力 是比較暗 它的銀色 是暗的 並不是閃亮的銀色 冷度新 是閃亮的 甚至冷度新 可以加色 即是可以 用不同的一些 攪拌不同的容液 可以加到顏色上去 但最基本要說的 冷度新的顏色 是非常亮麗 是很漂亮的銀色 甚至有花紋 而熱度新 是會暗雅少少 所以如果有經驗 還有看下去 厚薄都看得很清楚 熱度新 本身的service 並不是非常平滑的 不是好像鏡子那樣的 是覺得好像 有一個 好像大家用了 三聚清安板的桌面 現在很多寫著桌面 膠板就是三聚清安板 表面好像有少少 又不是摸到摸到的 是表面上 不是好像鏡子那麼平滑的 那種就是熱度新 一般比較厚 冷度新 就像鏡子那樣 是亮的 可以照到 反光到周圍的物件 雖然影像不是非常清晰 但都可以照到的 這個就是冷度新 一看 其實有經驗的人 一看就知道是冷度新 和熱度新 這個相信做了十多年的建築 無論你是工程師 好科文好 engin仔好 什麼人都好 都是看得很清楚 不過當然 對於機電工程師來說 它不是獨行的 它是關注裏面的電線 它沒有那麼大關注 他們就未必完全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老些經驗 的機電工程師其實會知道的 其實香港一般的規定 都寫熱度新的 都是熱度新的 但是一般 香港在市面賣的 都是冷度新來的 冷度新 冷度新其實差一倍價格的 並不是香港01說差20% 不是20% 是差一倍價格的 現在在中國大陸買一條 是四吋乘兩吋的 一些春瓶 連上蓋 如果用人民幣計 熱度新要20元 過外一隻米 一米是20元人民幣 冷度新是年毛帶皮 即是一樣的春景 只不過新的厚度 和做的方法不同 是九個多 相差一倍價錢 即是說 如果香港01說 1000萬的金額是正確的話 當中就不是差價200萬 是一個500萬的問題 好了 嚴格來說這不是錢的問題 這是合約原則問題 簡單說 合約本身要求是熱度新 而且有G275的grade Level3就是G275 甚麼是Level3 甚麼是G275 Level3就是統稱 而Level3等於新的容量 即是在被倒的表面 即是要覆蓋新的表面 是每一平方米 是有275g的升材料 好了 每一平方米 275g的升材料 薄片厚度 大概是最少 是13µm 最厚 大概是20-30µm 平均大概是20µm 這就是標準 用20不一定是對的 因為最薄其實是13µm 因為升在熱度新之後 是會先產生alloy 即是先產生一些化合物 接著才會升到上面 厚度 和你本身用的鋼材的材料 鋼材表面的平滑度 鋼材的厚度 都是不可以不同的 但無論如何 現在很明顯 它是中國建築的承辦商 不是中國建築本人 而是中國建築管理的 一個基電分判商 它是買了和安裝了 懶度新的一些 春景上去 根本不是合約要的材料 嚴格來說 應該拆掉它 重新做過的 這是第一個 是大原則 所以當日盧寵茂說 不需要做大改動 是完全錯的 好了 還有其他兩個方法 中國建築不需要拆掉它 是可以在醫管局 或者政府 在適當地 是要求中國建築 作出這個價格上的賠償 而是做回補救措施 補救措施是兩種的 第一種是 由Singwich Primer上去 或者Singwich Painting 原來坊間有些油漆 是可以賣的 油漆上面 全部都是星來的 這一種Primer 是有黏貼性的 有一個黏貼性的 很慷慌 是非常強的covalent bond 它可以在現在這個 懶度新的表面 再游多一層 是升的油漆上去 加長厚度 達至本身的合約要求 不過這個油漆 是容易脫落的 是比起熱度新是容易脫落的 所以這個應該有少少賠償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長期供應一些弱電 下去這個 就是這個Chunking上面 大家都知道 碰著電力的東西 是不會生鏽的 好像風扇一樣 你的風扇放在 潮濕的倉裡面 它是會生鏽的 但如果你在潮濕倉裡面 是長期開著風扇 插著電開著風扇 你發覺風扇是不會生鏽的 簡單來說 是有電力衝過的金屬 是不會生鏽的 這是很簡單的原理 所以一些弱電 去通過了Chunking 都可以令到Chunking不生鏽 不過這個就會衍生一些安全性 或者弱電邊的供應 這個就是考慮 所以我覺得中國建築 其實可以大幅游回Singwich Primer 上去在所有Chunking上面解決問題 不是一定要拆掉它 不過可能在懲罰上面 包括根據承建商管理手冊 以及包括可能出現的一些罪行 都應該要追究 所以盧寵某說不用大改動 是不應該的 應該一定要做它 第二 他說醫院服務是不會受影響的 但可能是牽涉日後的一個保養問題 這個就是盧寵某的醫生 sense 以及工程師 sense的分別 醫院在我們的分別 在我們的建築工程的考量 醫院和普通的住宅大廈 商業大廈和工廠大廈最大分別 是醫院24小時運作 醫院在任何設計方面 都應該要避免做維修的 因為對醫院來說 維修是會影響到醫院的運作 以及醫院很多地方是無層間 是根本不容許你做維修工程 去產生塵埃 很簡單 對醫院來說 一個24小時都是救病人的機構 或者建築物 我們的設計 我們的建築 目的都是用最低 最不需要做維修 最不需要做翻手 一個方法去做 況且醫院不是說一定通風 拖槍的 如果你在某個地方做維修 產生塵埃 那些塵埃又飄到無層間 那怎麼辦呢 雖然無層間有負壓加壓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做無層間 但是對於塵埃來說 醫院是非常之不會歡迎的 因為塵埃可以對部分病人 產生很嚴重的影響 好了 醫院是明知一個不可以做維修的地方 所以在醫院興建過程裏面 所有設施都會考量到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delability 即是耐用情況 為何要用熱度新的trunking 目的就是要在電力的供應系統 和弱電信號線的系統裏面 不要出現因為工程更換 而出現對醫院的一個騷擾 當然本身這些trunking走的地方 都基本上是乾爽的 基本上都不會出現溫差的 因為醫院是24小時服務的 有冷氣的地方24小時有冷氣的 不會有一下沒有一下 就很少了condensation 就是少了冷凝水在金屬上面的情況 但縱使是這樣 我們仍然希望trunking 可以斷幾十年這樣用 是不會的 幾十年都不會爛的 不會山壽山穿的 大家如果去一些舊區 舊樓附近 你會發覺很厚的鐵 它都可以山壽山壽到 是穿了洞 或者是爛了 事實上 如果現在是用了冷度新的話 我相信 如果那個地方是有濕潤 潮濕的 或者是沒有開冷氣的 是相對的濕度高一點 譬如在制房裏面 或者部分天花頂 這個是有蜜天花的 有蜂蜜天花 冷氣不到的話 那就會出現 可能只是兩至五年的時間 這些春頸就會山壽 如果山壽的話 因為它只有1mm厚 那些鐵很薄的 我現在另一記者還沒有量度 我相信連鐵厚度 都有人偷工減料 這個就是沒有量度 因為大陸可以做0.6 0.5 0.75 薄到用手握得扁 香港要求一般可能是1 1.2 這個當然 當然要檢查醫院的要求 究竟它在一個鐵扁 潑鐵本身有沒有薄了 現在的度升已經薄了 鐵如果也薄了 是更加容易的 就算不薄了 1mm的鐵可能幾個月就可以山壽 山壽已經山壽了 意思是整個山壽了 全部都已經山壽了 山壽之後就變了脆的 到時有工人來維修 可能是單梯 可能是工具撞到 都會把山壽的地方撞爛了 或者老鼠也可以推爛了山壽的地方 接著經常在舊樓出現 老鼠咬電線的情況 這個無可避免地 老鼠會到處咬 當老鼠接觸到 川頸裡面的電線 或者弱電的信號線 是會咬的 咬傷或者咬斷它 炸死老鼠 或者招死老鼠 電死老鼠 這個不是我們的主要考慮 而是醫院有沒有老鼠 有的 不是沒有的 不是代表醫院沒有老鼠 好了 但是在說 那條電線 是在供應電力 給整個醫院的 無論急症室 無論病人病床上面的 一些儀器 又或者燈光 所有東西都是需要電力的 當然因為醫院知道電力很重要 所以醫院是有後備電力系統的 當主系統倒閉 後備電力系統就會發揮作用 是立刻補償供電 當中的時間可能是幾秒鐘 但是這個情況 如果不斷發生 老鼠咬電線不斷發生 就會騷擾到醫院的運作 包括這個後備電力系統 究竟夠不夠時間去頂 很簡單 你咬出了電線 不是立刻打個按鈕就能夠開 是要駁回電線的 這個可能要長一點時間 後備電力系統究竟夠不夠用 油渣裡面的油渣會不會燒光 都是要考慮的因素 所以牢寵貿華 只是會影響到日後維修保養 但是不會影響到醫院服務 是完全不對的 如果他們決定現在拆了它 做回正確的 可能要搞兩三個月的時間 這不斷在各區輪流停電 在現在手上的醫院的情況下 是會騷擾到醫院入伙的 第二可能性 就是說我們不用做了 但是我們都要 是游一些油漆下去 游一些singrich primer singrich printing下去 就是說是龍升 singrich我都不懂得怎麼譯 總之就是很龍的 是升原始的一個油漆 都游了下去之後 那個過程裡面 都不斷有人出入的制防 都可能會影響到醫院運作的 不會不影響到的 第三個圖書我所說 游升不是高風險項目 一般驗收過程裡面 是不會去檢查游升幾口的 由供應商確認保證 剛才我解釋了 游升本身你可以這樣說 春項本身的電線槽 是用來保護裡面的電線 裡面的電線 不是ARMAR的 不是ARMAR cable ARMAR cable 就是有一條銅 有一個金屬的積殼 保護著街燈的燈線 就是這樣 平時一些蛇 老鼠、貓、狗都不會咬斷電線的 咬不斷的 因為它是金屬殼保護著 但是在醫院供應電力的電線 是沒有ARMAR的了 所以它不能夠外露 是要用春項保護著它 如果春項爛了的話 那電線就外露了 可以讓老鼠咬 所以很嚴格來說 盧寵茂就認為 這個渡身並不是重要的 其實不是的 渡身就是保障了春項的壽命 而春項本身就是保障了 醫院的電力和微電訊號 弱電訊號的一個系統 醫院沒有電 或者沒有了信號系統 那怎樣運作呢 可能信號系統 包括冷氣機的監測 好了 在很簡單的情況之下 這個現在的渡身 可以是這樣說的 是牽一發動全身的 也可以當是拜神不見了那個雞 你說還不重要 你可以說不重要 就照樣拜 但是其實可能有人覺得很介意 沒有那隻雞 我拜不了神的 好了 跟著另外 有關渡身主要是防修和保護作用 讓有關設施能夠耐用 渡身不涉及建築結構安全 也絕對不會對醫院職員和病人構成風險 這是完全錯的 第一個 結構安全是其中一種安全因素 等於現在政府經常說 國家安全 十幾二十項 三十項 四十項不同的國家安全 盧寵茂就不能夠 其中一個安全沒有問題 即是說 本身現在的Electrical Trunking 有問題 樓不會倒閉的 不能夠這樣說的 現在在說 電力安全可能出了問題 訊號的系統有效性可能出了問題 這也是對醫院運作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對醫護和病人來說 都是一個騷擾甚至危害 所以絕對不是勞寵茂所說 是對於醫院職員和病人不構成風險 是完全錯的 整體來說 這件事不是不能解決的 由一些Sandwich的Printing下去 或者駁回藥電去春境裡 都可以有效地保障春境不去山壽 但問題最好 終點了就是換了合規格的春境 但這和全港的所有地盤 和ASD的所有地盤 都是合適的 ASD的規格基本上都是用Hot Deep Gravenize 大家會看到很多東西 都寫明用Hot Deep Gravenize 包括欄杆、欄河 即是樓梯欄 但如果你來看見 那個Micron 即是新的口度 是少於十的話 你可以想像它根本不是做熱度星 是做冷度星 冷度星 冷度星根本不是合約規準 合約說明是要Hot Deep的 是熱度身的 即使合約的人 是認識並且決定 不用冷度身用熱度身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都不能收課 所以這次也是獻一發動全身 對整個建築界來說 都是一種關監管和一種改善 不只是建築的 我相信全港的地盤 在一些川景上面 那道身的口度 都是不合規格的了 正在做的要更換 離了材料的要更換材料 正在做未交貨的 麻煩你拆掉它 還沒穿線的 最好拆掉它做過 就不應該就緊放山的 因為這一個是前人 不是現在的工程師 或者職師寫下來的規格 是前人累積經驗而寫的規格 我們不能隨便放棄 這也是建築界防止沉淪的 其中一個好因素 不一定是中國建築 是所有大判 現在可能都面對著同一個問題 只不過它有沒有被人踢爆 也不單止是Electrical Trunking 不單止是電力的電線槽 它的梳篩 我們的樓梯難可 一些說明用圓水的 我們用中文說用圓水的 你回去揭一揭本天書 即是SPEC 你看到Material Session 絕大部分的圓水 不會就這樣寫Gravenize 是一定加Hot Deep 兩個字在前面的 因為Hot Deep 才可以做到足夠的厚度 就算它不SPEC厚度 Hot Deep一次 都起碼有20個Micron 即是說起碼做到G275的水平 如果說到Level 或者說到那個要求 的話更加厲害 好了 這一個就是全港建築界 都應該要想一想 怎樣可以維持建築界 本身的良好 香港建築界良好的聲譽 在幾十年前 我們一樣可以去到 各地參與工程 我們的水平是高過很多地方的 但現在香港 似乎很多都是低過的 例如我又例如說